各位澳财网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今天的澳财友到 我是高松玉 澳洲的咨询行业市场的增速达到了7年以来的最高 那么在我们最新所看到的数据所显示 澳洲近期的咨询行业保持着非常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状态 今天想和您一起探讨一下澳洲咨询的行业 那么以及为何咨询行业是现在增长非常快速的一个澳洲的行业 那么从我们所看到的一份2019年澳大利亚咨询行业市场的报告所显示 澳洲咨询行业的市场在18年增长年度的幅度达到了8% 一度是达到了54亿美金 将近是77亿澳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规模 那么这种增速相比澳洲的GDP来讲 几乎是达到了三倍的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在这些行业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 有三个行业是现在在咨询行业方面是增长非常的快的 其中第一个是公共视野 第二个是能源也就是矿业的这个行业 以及第三个是金融的行业 那么其实同期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医疗健康的增速非常的好 是在主要行业当中增速最多的 增负是达到了将近是13%左右了 那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知道 澳洲在进行一个叫皇家委员会的一个咨询 皇家委员会对澳洲的金融的行业本身 进行了大量的一些的调查 其中包括了保险、养老金、银行、财富管理等等 那么由于在这样的一个政策调整的背景下 导致大量的金融服务类型的公司需要花费的巨资 然后在咨询行业当中为自己去寻找一些发展的一些策略 对管理上的一些改善 包括甚至是和为皇家委员会进行一些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准备等等 因此这个导致了其实咨询行业的在过去的一两年当中 明显非常非常明显的一种增长的一种状态 而另外一个方面的确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这个澳大利亚的政府 因为在新政府的上任之后出现了一个叫做预算修复战略的一个计划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其实一直在坚持着使用的外部的咨询公司 以降低自己的公共服务人员的规模减少自己的成本 那么因此澳大利亚政府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的的确确是澳洲咨询行业最大的客户了 根据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个数据所显示 在2013到2017年当中澳洲的四大咨询公司 然后其实从澳洲政府的收入就达到了将近17亿澳元之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的确四大也是澳洲在金融市澳洲的咨询市场上的最大的四个主要的提供服务的公司 那么除此以外还有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像麦肯西啊博士顿啊等等这样的公司的整体的一个情况 那么不过从现在我们所公布的数据所来看到的 的确咨询公司在过去一年当中的收入和利润是非常不错的 德勤是最先公布自己的利润的一家公司 其年利润是达到将近23亿澳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相信展望未来我们可以能够预想的到呢 皇家委员会的事情还并没有结束 而澳洲政府上台之后呢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些政策 需要外部的顾问来进行提供的服务 相信这个行业未来还会保持着一定比较不错的速度 那您是如何看待澳洲的咨询市场的行业 您会认为它会继续的保持增长吗 后来您和我们分享您的看法 我们会在未来继续给您关注澳洲咨询行业发展的一个方向了 这就今天的节目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以诺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您想要观看更多的澳财网视频节目 欢迎点击屏幕左边的播放列表 您也可以点击下方的按钮 订阅我们澳财网YouTube频道 获取最新的澳洲财经资讯和评论 感谢观看